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家照安 今天的课程就是在介绍佛陀的十大地址 还有菩萨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课程我们还是会以各 就是十大地址的一个修行 还有菩萨的一个修行为主 我们看看他的就是本身在那个世间上 视线的这个身份的故事同学可以自己看 那我们主要会是着重于在他的修法上面 也就是我们来看看 例如说同学在读书的时候 都会有所谓的学长、学姐这些 他们在读书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些建议 什么科目比较重要 然后你在学习的时候 怎么样子画重点或是哪个老师的课要怎么样去听 或者是学哪些课程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过关 对不对 那一样我们也可以藉由这个方式 我们看看佛陀的十大地址是怎么修的 虽然我们知道十大地址他们所修的都是 就是所谓的阿罗汉 可是呢我们还有菩萨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们看看那个十大地址是怎么样修 然后菩萨是怎么样修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对不对 像那个在读书的时候 那个因为有人告诉你怎么样去修这个学分 哪些东西对你未来工作是重要的 你就可以把火力集中在这边 然后不会就是修行了半天 或者是说像读书读了半天 隔天考试成绩还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说要花很多的精力 所以所有的那个诸佛菩萨 其实都示现很多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集中火力 然后很快的修德跟正德 那我们今天就以他们的一个修行法门为主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佛的一个十大地址 佛的十大地址 好 第一个是瑟利佛 瑟利佛其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 一个尊者 我们看一下瑟利佛呢 我们说他的本身故事的话 就是他这个种种 同学可以去看 那他这边的其实重点是在 他在就是非常的聪明 八岁就可以登上论师了 而且跟人家辩论都能够折服人家 这只是八岁 而且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建筑师 建筑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退菩萨行这个部分 对我们就比较有相关了 我们来看一下 瑟利佛在六十小节 之前都是行菩萨道 愿意把所有的 我们说那个种种的布施 那财施的部分他都没问题 像外财的部分 房屋啊田野啊 还有这个财产的部分 这些资财的部分 他都愿意 那内财的部分 身体啊生命也都愿意布施啊 可是呢 我们上一次刚好有讲这个故事 那个妈妈需要眼睛 然后左眼摘下来 然后他又说不是要右眼 右眼摘下来又闻一闻 哎呀这个什么眼球那么臭 还放在地上踩一踩 那个瑟利佛气道啊 你看所以众生难度就是这样子啊 同学不要再看 讲到众生难度 就看左边跟右边 其实是中间这一位 我们要看其实 还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啦 有时候修行的事情 像左边右边这些 只不过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那在很多时候 还是我们自己要走 那要走哪一条路 或者是要往哪里走 这是自己要评估清楚的 这个比较重要啦 左边跟右边那个 就是因缘心和合啊 一个过客而已 好 我们就彼此互相祝福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边就说 那个瑟利佛就叹了一口气 所以众生难度啊 阿菩提心难发 阿菩萨行难行啊 所以还是当一个治疗汉 所以他又退回就是阿罗汉的一个道心 本来是菩萨的道心 现在退回阿罗汉 所以众生的心是很难去 就是考验的 你稍微一点点不顺他的意 不如他的意 他就这样 哎呀我下次再也不来了 所以 有时候一些考验呢 也是我们自己要去承受的啦 像现在的生活上的种种 生命上的种种 我们可以去面对 很坦然的去面对 会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一切其实都是因缘性和狠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没有种下这个因 就不会没有那样的结果嘛 同学会说 哎呀师父我们又不是阿罗汉 又不是菩萨 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种下这个因 对讲到重点了 所以多做一点功课是好的啊 我们就有时候 平日常当中 就是 就是像现在同学就会有些 就会开始散发一些 哎呀怎么样防疫啊 啊怎么 怎么样那个 那个除毒的这些咒语啊 其实也不用啦 我们日常是做什么功课 其实那个都非常的这样 功德力都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念这些咒 因为每个人所 所就是说 做的功课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就说 你今天念这部经会发喜 就是你蕾生蕾结当中跟他有因缘 所以你会产生喜心嘛 那就好啦 产生喜心的经典就是跟你相契合的 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部经 好好用功 然后怎样精进嘛 对不对 不一定 哎呀一定要因应那些 就是不同的那个使节啊 或者是不同的事情啊 然后就不同的情 其实也没有这样一个必要 因为每个菩萨的愿 同学去看一下 哇那个都是通胞 什么叫通胞 不是只有大到你成佛 要小到有时候一些 小小的一些问题啊 他也可以帮你解决 所以 不要看每一个菩萨所发的 那个 不要小看每一个菩萨所发的愿 因为每一部经典 都有他的一个殊胜的功德性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 哎呀这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都会问 那师父现在这样疫情 是不是要换哪一部经啊 换哪个咒会比较有效 其实通通都有效 那个心呢 其实是我们在这当中起的分别心 觉得一定要怎样 那也是自己想一套啦 所有的经典 从有的佛菩萨的一个功德力 其实都是我们所没办法 就是去失忆的 好 那 这个是还有 那个摄利佛还有一些善知识啊 所以当他遇到一些退心的时候 你看善知识就来了 所以 我们常说要跟众生结善缘的原因 就在这边 当我们有任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哎 那个就会有一些提醒 你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啊 所以有提醒 其实那是好事情啊 如果说 这一方讲的又正好是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做一些怎样 检讨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青年人就跟他说 你不应该退菩提心啊 人家是测试你的啊 那一测你看 就起退心啊 所以摄利佛就这样 听了以后就这样 更加坚信这样 那个菩萨的恨愿啊 所以一些大圣的一个 一些佛经啊 几乎都是有摄利佛在当 当鸡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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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说他有契入到大圣的一些经意当中啊 那小圣人呢 他们根基还有他们的心量 就比跟那个小圣的那个就是内容会比较相企 我们就讲到啊 在大支度论有讲 当那个佛要宣说大圣经典的时候 有时候那小圣根基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听着进去 然后就会往后退 然后就走掉 这就是各个众生有各个的一个业力因缘嘛 都祝福啦 那个只要我们能够怎样 以那个目标一样 然后能够成佛 其实不管任何的修行 我们都是怎样 予以祝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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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菩萨的一个恨愿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像阿弥陀经里面有说啊 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专严啊 阿波勒经里面有说啊 佛为舍利佛说怎样 生波勒法门啊 圣生波勒法门啊 那法华经批育品里面有说啊 佛为怎样设立佛受寄未来成佛 所以成为阿罗汉之后啊 其实还会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就是 回小向大 又开始就是以大圣的一个修行呢 然后成佛 所以他现在就是正德是阿罗汉 可是呢未来他还是怎样会成佛 你看他的那个佛号 就叫华光如来很庄严 那国民呢就为离寇 离寇就是那个寇就是怎样 寇不是说那个外在的那些污染啊 那些染污啊 而是我们内心啊 我们在佛经里面 其实很多东西在讲的不是我们外在 我们要尽量把这个东西怎样 要就是怎样搜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 也就是都是我们这一颗心啊 离寇就是怎样 我们心不要跟外在的这些 太多的那个染污啊 就是相交应啊 那那个交涉的结果 就会产生很多贪生痴啊 贪生痴的念头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图 图啊 我们说心量 心念啊 一切为心造嘛 所以我们的心念 其实就塑造出外在的一个气势间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摄利佛的 那个佛国净土是怎样 他这个佛国净土 我们可以看到 齐土平整有沒有 然后清净严世 我们这边说佛世界 每个人这样 哇都好像 有时候一讲到修行 一讲到经典 哇都好厉害喔 可是呢 我们的国土是怎样 哇高有高 那个高到那个喜马拉雅山 然后那个低有低到那个就是海沟啊 所以高低这样起伏非常非常的大 他那边是流离为地 当然外向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是我们新的一个这样 香蕉印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跟这一些 这些的静 这些的像相应 所以他呈现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有时候 人看水为水 鱼看水为家 天人看水为流离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心念的 有没有一个转变 当然说佛世界我们看到的是 可能这些灾难啊 或地的平整啊 没有像那个其他 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说讲这些经典好 可是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心念的问题啊 当你一念的一个 一个就是清静啊 其实跟我们相应的就是怎样 佛国净土啊 只是众生的心就是这样子 常常都在起伏当中 像现在也是啊 像现在是没办法到这边来上课 如果在这边上课是 没有办法带任何饮料啊 或是什么东西进来喝啊 可以也没办法吃嘛 那其实有时候 我们能够以心的一个放松啊 能够放松心的时候 那个学习效果最好 如果我们呢 很多东西都很专严 然后用自己的想法 然后又要挑什么 又要怎么样的话 那个学习的效果就比较不好 那我们放轻松啊 像来杯咖啡啊 来杯茶啊 我们细细的品味 然后慢慢的听 然后有时候这个时候 学习效果反而更大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心是放松的 当然我们的心是柔软的 是放松的时候 不管很多东西啊 那个这些正的法 才有办法怎样 能够弃入啊 不然都会用自己的知见 或自己的想法 在想啊呀 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应该怎么样 很多的挑剔 这个对学习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在家里 听也有在家里的好处 只是要把一些素物的部分 就是一些杂事的部分 要先排除啦 像我们就说啊 我们在这个 我们没有重要调 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有没有三个小时啊 地球就毁灭嘛 也没那么严重嘛 对不对 所以电话的部分啊 还有一些可以排除的一些事情啊 我们就先把事情做一做嘛 像要有准备午餐的部分 就先弄一弄 然后能够按下心来 那这颗心呢 才不会因为 哎呀 又想到听一听 哎呀我还有哪件事没有做 哎呀我还要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然后心又开始浮动 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听经文法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要上座了 要打坐了 一样都是把我们这些杂物呢 先处理好 先做好 电话呢就这样 关机吧 或者是关静音 其实震动还是会影响 所以 以这样能够最 让我们心能够心无旁骛的时候 这时候学习效果会最好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说 哎呀师傅来讲堂 或者来哪里共修啊 那个好像 就比较能够装住 做得比较久 在家里好像就比较没办法 那是因为 在我们在家里很放松的情况下 心就会比较散乱 心比较散乱 就会又加上这些 家人种种的干扰 也不能叫干扰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作息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作息 所以在家里有一个 那个心就开始 按照我们正常的作息 先生应该做什么 待会中午怎样怎样 又开始心 就会跟这些外境很多的攀岩 所以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 然后打坐或做一些功课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外物呢 练习一下 这个席词都是要靠一些练习的功夫 有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心乱的时候 乱到不行 那就打扫金行都可以 如果可以稍微静一点的 我们就可以读一点金 然后那个做一点功课 现在人心的起伏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都还是需要稍微惊喜一下 稍微让我们的心能够收色回来以后 然后再做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些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个摄地佛啊 有没有 他这边那个佛国净土也非常非常的专严 那他的佛国净土会怎么会那么专严呢 因为他怎样 也是怎样 其实他也跟那个佛菩萨呢 也有久职这些得本 也就是有做种种的这样供应 跟修行 也跟这些其他的佛修行 或者是怎样供应都有啦 好 那这提佛达多的故事 我们就同学自己看啦 那再来一下先佛入虐盘 有没有 佛陀在那个 比离城附近的生理说法之后 就说三个月以后要入虐盘 那瑟利佛啊 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和大家一样非常悲哀 然后就在定宗思维 过去的诸佛上手的地址 都在佛以前就入虐盘 也就是在佛入虐盘之前 他就先入虐盘 那瑟利佛是佛陀的上手地址 所以应该要先佛陀而入虐盘 然后也得到佛陀的同意啊 然后拜见那个百岁的老母亲之后 然后就在荡森的这个房里面 进入到虐盘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 这个目见仁尊者 目见仁尊者 他也很慈悲 他视线的是神通之第一 众生很喜欢那些 就是比较神奇的 最好能够快一点的 最好能够展现异象的 那其实这些都不是佛 那个佛法的 跟佛法跟修行有相关啦 这只是说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 因为有认真修行 所以有一些神通的一些现象的产生 那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必要的 所以呢 目见仁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是恶鬼说姻缘 前面这部分 一样他的过程 我们就自己看 这边他有对这些恶鬼说一些姻缘 他在第一个恶鬼就问 他现在为恶鬼啊 常患这些饥渴 他看到这些恶河水啊 非常的清凉 取食的时候啊 水又费热 有没有 同学有没有看到 同样一个象 看起来是清凉象 可是恶鬼他去取食的时候 水是费热的 所以一切为心照嘛 跟着你的自己的业力啊 种种的信念啊 就呈现那个象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这一颗心其实 并不是因为外境而乱的 也不是因为外境引起你的这些贪嗔痴 而是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这方面的这些问题 所以看到这些禁的时候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称念或是贪念 或者是痴念很重的时候 并不是在要改变外境 然后要处理外境 而是怎样 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内心里面 那看看我们 为什么这么容易起这些念头 要在内在里面做一个处理 要吗就是怎样 我们对经典的内容不够深入 不够了解 不够性根不足 所以才很多东西在面对的时候 会产生这样的 你看恶鬼的也是一样 哇 那个看起来像是肺热 可是喝一口 那个五脏内斧顿时焦烂 所以他就说 他不知道造荷厄 他也不会去怪水嘛 为什么人家喝水都是怎样 冰清凉的 我喝就怎样 肺热的 你看恶鬼的 那个这位众生 他也这样很清楚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所造嘛 好 那目见仁就跟他说啊 你以前以抗相啊 算命为职业 就随心毁育他人 言多欺骗 所以受此报 这就是那个当中 造成人家很多的那个损失啊 好 那第二个就说啊 他常常被一些凶猛的大狗所淡死啊 然后吃完以后风吹又生啊 为什么啊 他就说因为前世常常就是宰杀这些 鸡啊鸭啊猪啊羊啊 祭祀天神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就说共佛啊 其实就是以水果啊 我们有买到漂亮的水果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就随着因缘来讲 就是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啊 像有些人他很虔诚 然后共佛一定要多 一定要那个 后面吃又吃不完 然后可能又浪费掉 其实就是以我们能够吃的这个范畴呢 买到好的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怎样先共佛 所以也不一定要初一十五啊 一些就随顺那些因缘性啊 有我们就当下共 以我们虔诚的心去 把我们最好的怎样东西给共佛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一定要早上来一定要怎么样 那要众生的一个像 对这个像的一个执着性 有些人就在这当中啊 就又起一些烦恼 所以我们看到啊 其实怎样 那个主要在我们这一颗心啊 像后面讲到那个 以法供养为最殊胜嘛 对不对 所以修行 我们用修行 然后那个清净的心去共佛 这个更殊胜啊 对不对 而不是在外向这些 两颗苹果啊 几个什么这样的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清楚法在讲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所作所为的时候 就会这样依循着正法而做 而不会说自己想一套 认为是这样啊 就又在这做当中 又起了很多的烦恼 这就是怎样 我们在一 为什么要听闻佛法 为什么要在经典上面 还要能够深入的原因就在这边 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啊 我们看看这些 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去看这些 就是十大地址 或者是菩萨的一个所修所行啊 我们才有办法在这当中 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要清清楚楚的了知啊 所以 第三个就是这样 二轨道的众生其实就是这样啊 腹大 肚子非常大 咽喉跟蚩枝非常的小 见到饮食是没有办法尽的 所以这个木剑林就说 前世啊 为官作载 知识豪强欺压他人 那个剥削 名子名高 所以我们就说 该你的就是会是你的 不该你的我们也这样 不要去贪求啊 因为就算得到了 后面还是要缓啊 所以众生呢 人家说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 为因嘛 为果嘛 受爆了才害怕 菩萨是这样 为因 还没有做之前 他知道会有 怎样的一个果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这样子做 好 那木连救母的 那个木剑林救母的故事 其实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一样 那个因为 木剑林虽然神通之地义啊 可是他一直在视线就是 也不能够转业力啊 那个神通不敌业力啊 所以他连他自己的母亲在 就是恶鬼道受苦 他也没有办法去救 唯有仰赖就是 深重的那个 大家的一个修行日 就修行的一个功德力啊 然后呢 去供养他 那些深重 然后母就可以这样超度 这些 这个也就是 我们常常会在七月份 有所谓的摘生啊 这些的缘由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在一般的民间信仰 七月份啊 是所谓的就是 不好啊 这种阿飘啊 什么什么的月份啊 可是在以佛法 佛教来讲的话 他是个孝亲 也是一个很好 就是能够修供养 供养生人的一个时间啊 当然啊 我们有讲到啊 其实所谓的供养 或者是所谓的那个孝亲 也不是一定要在七月份啊 那又变成一种着相 其实任何时候啊 我们随姻缘啊 有就怎样 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做 不是看到这个 那就是要等七月啊 不用 很多事情其实都随顺姻缘啊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怎么样嘛 那我们能做就做 好那这边 外卫法现身也是一样啊 他被外盗就是用石头给砸屎啊 那其实也是一种慈悲视线啊 告诉大家就是 在修行当中 这个你看 连神通都不敌业力 所以神通也不是我们要的嘛 你神通再厉害 修得再厉害 还是怎样 落入到人为当中啊 所以还是怎样 修行所未合适 要离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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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在这个方面啊 有很看过很多人 就在这方面 迷思啊 迷思啊 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个 木建人做的一个慈悲实现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阿难律尊者 这个阿难律呢 前面的部分同学去看 他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倔强的性格啊 他在修行的时候啊 佛在讲经说法啊 他就在打瞌睡 佛就跟他说啊 垛垛如好睡 哎呀 那个垛垛就是这样 赤赫赤啊 哎 你看比喻你看 佛不是不会骂人 一骂人也是蛮狠的 你看罗斯伴合啊 累啊 一睡一千年啊 不闻佛名啊 看 你看你现在闻佛名 然后不精进 然后一直睡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阿难律尊到佛的一个批评 然后他就说 哎 从今后啊 敬请受不再睡眠啊 你看 众生其实就常常都落两边 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啊 跟你讲说 哎呀你要休息 你要那个那个好好的停渴啊 然后他就开始这样 哎呀那我都不要睡了 就很极端 有些众生就是很极端 那习性上 你跟他讲 他就落住到那一边 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啊 那那个阿难律尊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视线 跟你讲 就执着到那一边去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就患了眼病啊 他患了眼病 他后面佛陀也视线就是 帮他缝衣服啊 穿针啊 这些故事同学也都看过 所以佛他不是说 我修行到怎样就高高在善 一些他该做的 或者是他 你看哦 佛就视线 他说 连我都需要怎样修福田啊 啊大家呢 这你看 那个佛多么的慈悲啊 他修到成佛了 他还视线怎样修福田啊 他那个功德力怎样 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我都已经修得怎样 功德圆满了 可是人家还是怎样 视线就是怎样 当然有那些小小的 像穿针啊 或者是那个缝制衣服 佛也是照做啊 所以你看就在这当中 佛有没有起焦慢心 所以这就是佛跟众生的最大一个差别 众生常常在 一点点你看人家 那个功德海这么大 就是能够管三千大线世界 人家也没有起任何的焦慢心啊 众生一点点 哇一个好的工作 一个好的职业 一个好的什么样 哇那个就已经慢心十足啊 慢心弥漫到怎样 那个可能就死法界当中 都是他的慢心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样 佛的一个慈悲视线 这些同学不要因为这些十大弟子的一些视线 哎呀你看佛的十大弟子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慈悲视线 告诉我们怎样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会导致怎么样 啊我们就可以怎样 节省一些功夫 然后不要再怎样 不要再犯啊 啊所以他 你看太过极端之后啊 啊因为他都不睡嘛 啊佛也劝他 他也不听 你看这一类的众生你看 所以众生哪里会好度 对不对 众生的不好度 不要看左边 不要看右边 应该要看中间这一个 啊所以我们看一下 佛为那个阿难律啊 逢一之后啊 他对他双目的师名 非常的两天明 啊就叫他修行 啊所以他修到天眼通啊 啊所以这个阿难律尊者 就是所谓的天眼第一 天眼第一啊 所以他上中下啊 那个都可以看啊 你看后面他 阿难律尊者 你看他十分的得意 对瑟利佛说啊 我的清静天眼啊 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我的身体可以在广阔的天空中 自在的飞行 我的不动念 不动正念啊 能够怎样 离染去止啊 你看 你看可是人家最起码是怎样 清静的天眼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 身体可以在天空当中自由的飞翔 然后还可以这样 至少他的那个杂篮啊 就是那个杂 那个杂念啊跟那个 你看都能够离啊 都能够去除啊 人家才起这样的一个慢心啊 啊请问我们一般的人做到哪里了 啊做到哪里了 啊讲到哪里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慢心不要起啊 你看 你平常不讲话 人家还不知道你的修行的程度到哪里 一讲话啊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啊那个我的法 我的什么东西怎么样 一听人家就知道你的修行境界在哪里了 啊所以阿南律这样讲的时候啊 瑟利佛就说啦 我开玩笑 他怎么会去找瑟利佛说呢 对不对 瑟利佛他的那个八岁就怎样 你看那一般的那些外道 就已经变不赢他啦 然后他又是身为这样 佛的那个大 那个善守大弟子啊 那当然啊 这些东西他怎样 修行的那清清楚楚 然后很有智慧啊 啊所以 那个瑟利佛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 你说啊你的天眼 有没有 我不是就是我职了吗 你不是说你去我职了 对不对 后面自己说你看这边有没有 他说 有没有去职有没有 你说我的天眼 这个是不是一种我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有时候 他说你不要讲 他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修行进度 程度怎么样 他一讲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你看 他说你说你的天眼可以看到三仙大仙十戒 这是怎样 其我慢耶 对不对 那跟修行有关吗 修行不是就是要去除我们的这样 贪嗔痴慢矣吗 你在这修行过程当中又怎样 起慢心 那后面是不是还要在处理这个慢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不如在修行过程当中这样 看清楚自己的这样起心动念 不要去起这些心 后面才不需要处理啊 他说你的身体在天空当中能够飞翔 这是吊举心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吊举心 吊举就是摇动 也就是当我们心念这样 动摇啊 不能够设伏啊 也就是你看他 他连他自己的心都没有办法降伏了 他讲讲什么修行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的心念动摇 不能够设伏的时候 在诸禅观怎么样 没有办法成就 就是你没有办法收射你的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禅当中这样 成就啊 成定没有办法成就谈定 好 那他说你的心啊 离懒去无啊 懒 起慢心怎么会是离懒呢 这是不是就是本身就是一种懒呢 好 那去直呢 你讲的哎呀 这个 这个 其实都是我直啊 哪有去直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狂妄心 不叫做离懒去直啊 那有这三种心的人啊 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啊 所以你看 人家设立佛应该批评的怎样 一针见血啊 你看阿难律尊者 人家也不愧是为尊者啊 一听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就趋心接受 从此再也不在别人面前 说自己修行的境界 对不对 好 那阿难律尊者啊 有问过佛啊 有请示佛如何修菩萨行呢 所以我们都说所有的经典都是 佛应众生之请而出啊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经典都是这样 那佛就讲八大人觉 第一个是以无常苦空观 还有这样无我观不静观 以这四观来观 宇宙跟人间的一些事情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世间 不是一样啊 呈现就是这样 无常苦空无我不静观 对不对 本来是那个整个宇宙跟人生的实相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就众生丹然执着 就觉得啊 海当中还有热 可是佛经讲得清清楚楚的 那第二个是怎样 贪是重苦之根源 要断贪 那第三个要断我们这一颗 无焰足心啊 那个常常不够 什么都不够 然后有还要再有 一些我们日常当中拥有的东西 同学都没有看到 像之前出门很容易 现在没办法出门才想到 原来出门也是无常视线 我们先就像是水啊电啊 都是一样 都是一种无常视线 那生活的安慰也都是一样 都是一种无常的视线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怎样 一些真实相 本来就是这样啊 好 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不要起贪的心啊 就能够安平乐道 追求智慧 还不会一直在追求的财富啊 追求的名位 追求这些就是种种的情质啊 好那第四个呢 不间断的修福学会 然后能够怎样 福慧要双修啊 然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坚持到底 第五个就学起一切的知识 破除愚昧 自己所学的这样 知识怎样 共泄社会啊 我们就想说现在很多 我就是这其实现在 这是很需要啊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有一些 危难产生嘛 疾难产生 那对众生 心是有逼迫恐惧 种种的很负面的情绪产生 所以像我们法师呢 就是讲讲经说法 那众生能够起这样 无畏的心 对不对 那一般的人呢 就可以把他会的东西 怎样布施出来 例如说 我们就说会软体的就 告诉大家 诶 怎么样 有怎样的 就设计一些软体 让大家能够知道 目前像之前的口罩 哪里买啊 疫苗哪里打 不要让众生这样奔波 也不晓得怎么办 很多东西就能够让他简化 像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解决这个 这个疫情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用诵经 然后做一些功课回向 同学也不要一直说 哎呀师父你看 我一直售经回向 都没有成功 你看疫情还在 那把我给这样放得太大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做功课跟那个是日常 所以我们要说 修行当中平常心很重要 不要在这当中前我直跟慢心 你看好像你做一个功课 好像非常的了不起 疫情都还在 这个就是众生又起慢心了 所以如何能够在直心跟平常心 当中这样修行 这个是很重要 你唯有那个平常心跟执心 你才有办法去贪嗔之慢疑 这五个问题 不然的话 你没有平常心跟执心的话 再怎么起的念头都是这样 跟贪嗔之慢疑这样相应 做功课就做功课 本来日常就要做 对不对 只是说现在有问题 我们就回向 就回向 做我们能做的 那最起码呢 一些不好的负面的讯息 或者是那些就是 就是不正确的讯息 我们不要去散发 也让众生这样 有些起 像这些讯息 常常都让众生起一些烦恼 起一些那种很负面的心 这个对众生也是这样 不好嘛 所以我们要有佛菩萨的慈悲 然后怎样 尽量给予众生一个安稳 然后没有太多的恐惧害怕这样子 像这样子有听经文法的机会 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对不对 你去散布那些疫情相关的资料 其实你现在去看那个新闻里面 就很多了 一切怎样 以那个新闻的 就是以政府所发布的这些为准 对不对 因为有些政策 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怎样 不要把心思都放在这里 不要把心思都放在这里 我们怎样好好的精进 让我们的这颗心能够平稳的时候 也能够遭感一些善的因缘 然后让这些一部分的那些病毒 能够消灭 对不对 做一些功课 什么的之类的 这些都好 只要能够发心是为了众生好的这些 好的念头 好的心念 我们都赞叹 这样子才是怎样 一个学佛人的一个怎样精神 不是说在人家那样子的时候 还拼命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那个产生 刚刚上礼拜所讲的 对立 不要产生对立 就是对众生的一个慈悲心 因为对立 常常都是怎样 失去理智 都是一些谩骂 一些 一些很 就是贪嗔之念头都在其中 所以众生在看事情 都看表象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怎么样 其实以佛法来讲 其实不再看这些外相 就看你自己起的心念 你自己起的心念是怎样 对众生的一个慈悲 对众生的一个感恩 对种种的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心 还是怎样 我们产生一些贪嗔之慢疑 一些慢骂 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个回归讲 回归到我们其心动念最准了 不用去看那些表象 表象没有太大的作用 就像是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恶鬼在看那个清净的水 他们怎样 要去碰的时候 就变成沸腾的水 是同样道理 所以当我们心念清净的时候 这一片就是这样 不管疫情 不管什么样的产生 这里就是佛国的净土 当我们心念跟这些东西 就是很负面 那些种种的欺负的时候 就是说当下这一念就是地狱了 所以很多东西怎样 再看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外向的部分 其实那就是种种的四限无常 这些本来就是在佛法当中怎样 佛都是这样子讲的 是我们自己不听 对不对 都认为抓取那个肠 所以产生这些烦恼跟痛苦 所以这个是烦恼跟痛苦 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性而产生的 所以回归我们起种种的怎样 那种种的像 又想的更复杂 然后把一切都复杂化了 其实佛法没有这么困难 佛法也没有 不是说在那些明像 那些圣神法当中去抓 我们就说是理跟事之间怎样 你要讲到就单纯的理 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在 佛所讲的这个法就是那你怎样 在生活当中怎样 好好的去使用 然后怎样能够责得这样 理嘛 然后能够成佛嘛 对不对 不是说佛所讲这个法 众生就怎样 讲是讲 他就是个理在而已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就是众生的一个 所以我们在 如果在基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建立 其实所讲的法 都是可修可证 我们又在强调这件事的 这个观念建立的时候 其实后面 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 在所行当中 所修当中 才不会这样 因为一个偏离 又开始这样 又开始轮回 又开始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或者是很多方面 没有办法再往上精进 然后又是一种轮回 那第六个你看 对于贫穷 或愚昧的人 要给物质上 精神上的安慰 不要嫌弃他们 好 那第七个 不懒是热 就清静着生活 不要被五欲给轮转 不要被五欲给驱死 好 那第八个 要发愿普渡一切众生 不作治了汗 好 然后将一切的这样 悲愿 这样救度众生 好 那你看 阿难律听了这八大人觉 你看 所以这八大人觉 非常的好用 你看 他听了以后 就在定中思维 然后这样 体振了宇宙人生的这样 真理 然后找到这样 觉悟成佛的一个途径 好 那我们来看阿难尊者 阿难陀尊者 那这个是提伯达多的弟弟 那这些就是曾经有设立佛 穆建人来伺候过佛陀 可是佛他需要一个藏随的侍者 他就把那个弟子集合起来 大家就觉得阿难陀 他是记忆力 年轻记忆力最强 因为跟随着佛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看那个佛所讲的东西 把他记起来啊 对不对 万一谁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怎样 把佛所讲的能够背诵一遍 或者是后面像佛怒虐盘以后 那个经典才能够背诵起来 我们现在才有流传这些经典在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推却阿难陀是怎样 最明智的一种选择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阿难陀就提出三个条件 佛陀的衣服无润新旧 我不要穿 那第二个呢 信众啊 请佛陀供养 我不侍奉钱去啊 那第三个 不该见佛陀的时候我不去见 也就是他在这当中呢 他把他四者的一个角色 扮演得非常好 他提出这个三个条件其实都是 他虽然随时在佛陀的旁边 可是他不会起慢心 也不会因为跟佛陀很接近 就这样 恃宠而交或者是 起种种的那些 那些杂染心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佛 佛听到这些条件都赞叹啦 阿难是一个怎样 品格优秀的人啊 他提出的这些条件是 为了避免激贤啊 怕人家说 哎呀是为了吃啊为了穿啊 才吃奉佛陀的 好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在日常当中啊 那个 对日常这些东西 看阿难尊者 以前人家阿难尊者 他既然身为怎样 王子啊也是怎样 富贵 富贵生活来的 他出家就是怎样 他有他的一个选择性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后面他就 修正这个圆通 圆通法门 然后 同学看一下 这边从这边到这个 地方 其实他都是在讲啊 佛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十二因缘当中啊 我们因为一念的无明呢 开始在这世间轮转 那透过修行呢 又回到明的一个状态 前面再讲的就是这个 当我们本来的时候那个清静啊 好 那个状态 那可是因为一念无明之后啊 产生我所 也就是产生我 我这种种的 因为一念无明产生我职嘛 就开始在这世间当中这样 种种的轮转 种种的轮转 前面在讲的其实也是在讲 绝的一个清静 绝的一个清静 那 还有就是如何能够回归到 怎样 本绝的一个状态 因为那就是靠种种的方便修行 好 那后面所讲的 其实他就是在讲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 耳根远通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说清静呢 在于英文 那你要如果能够要 进入到禅定呢 就要能够怎样 文在文中当中 入怎样 解离苦 然后得泄脱啊 那最好能够在 生音当中得到 圆通的耳根圆通的 这就是怎样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最好的一个视线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待会再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这边就讲到啊 无畏师众生 有没有 这个观世音菩萨 其实是耳根圆通的最好的一个代表 他以 在陆微尘的佛国大宗啊 然后得大自在利 然后无畏师与众生啊 那他所呈现的妙音观世音 或者是泛音海曹音啊 这些都是他不管什么音啊 一律出去都是怎样平等的 怎样叫平等 都是为了救世 而且让众生怎样 心能够安宁下来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怎样 我们现在也可以自我一个醒思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话 讲出去的话 是让众生能够得到安宁呢 还是让众生得大恐怖 这些是我们要自我醒思的 你看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怎样 他所讲的声音呢 出去呢 不管是呈现是什么音啊 那都是让众生能够得安宁 那再来就是这样 出世啊 或常住 就是他那个 你菩萨这样 观世音菩萨是趁愿而来嘛 那他如观世音所说的 譬如人禁居啊 这个人禁居 其实在讲就是我们这颗心啊 如果能够闲静下来的时候啊 那十方聚吉谷啊 十处一文一时文 也就是说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东西南北上下 然后吉谷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一时这样听得这样清清楚楚 这就是这样所谓的圆绝石啊 也就是十方的这样声音 我们都这样能够听得清楚 那这边又讲到啊 为什么以耳根为下手处啊 就是因为这样 木啊不能够这样 如果障碍 例如说这边有墙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墙外的东西嘛 可是声音如果大声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听到这样 墙外的东西啊 然后口鼻也是啊 这些都是这样 障碍性比较大 那我们这个摄身呢 他必须要跟这样摄 摄身必须要跟种种的这个 生根必须要跟这个其他的那些课程啊 要能够这样 合合 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样 是软的啊 是硬的啊 还是怎么样 所以也是需要合合 所以心念啊 如果是我们的义根的话 那根是一样 心念怎样 分无序 就是非常分乱 非常分乱 好 那如果是那个声音的话 就能够隔环听音响 那个隔的墙也可以听 那再来就是耳迷啊 也就是说 不管是远近都可以听啊 所以这个以声音来讲 以耳根来讲 是能够 比较能够通圓 那个真实的 那音声呢 他的本身的性呢 有动或者是近 那文中呢 唯有无 你在听当中其实怎样 唯有无啊 有听到没听到啊 无声号无文啊 如果没有听到声音就说没有闻 没有听到啊 然后非死闻无信 其实以耳根在听东西的时候 这也是需要因缘性 也就是我们在耳根 那个所谓的生跟灭 是有个东西有个主体 然后他本身怎样 有生有灭嘛 对不对 可是其实声音本身呢 我们有时候他还有在 他那个本身的音响还有在 可是我们怎样 因为离得远了听不到 所以并不是有听到跟没听到 并不是声音的一个生灭 像我们认为说 我们没听到就没有这个声音 并不是 而是这个声音他本身 因为因缘性 必须要通过一些空气的震动啊 或者是没有一些障碍啊 然后才能够听得到 可是如果说这个声音本身的话 所以你说声音本身有生灭也不对 因为本身这个声音也是这样 合合而来的 合合而来的 好 那所以我们在他这边所讲的啊 你看 他就说啊 众生你看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听的这些声音都是怎样 迷啊 本文 然后寻声怎样 顾流转 如果 如果众生迷的时候呢 他听到的声音都是这样 因为听到这个声音开始这样轮转 因为 像有些听到爱的 就是爱与的声音啊 跟怎样 那些仇恨与的声音啊 爱与我们就产生执着爱 爱的那个嘛 那爱的对面其实就是恨 所以不管爱与恨 或者是怎么情绪啊 都是怎样造成我们轮转的因嘛 所以你看 寻声故轮转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他怎样 因为声怎样 而修成这样 耳根的圆通 可是众生呢 同样是声啊 对不对 可是怎样 却因声而流转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东西不是在外境嘛 同样都是声 可是人家听了就怎样 哇耳根也远通 那众生听了一样 产生执着性流转 所以这就是众生的一个执着性 那可以用这一个就是耳根的部分 就可以怎样放圆 如果我们就是说 专注于这个声音上面 专修耳根 然后就能够怎样 六根成成就 就一根反圆之后啊 也就是万进 所谓的反圆就是这样 万进 就是我们根根成交涉 这些东西怎样 没有相交应 也就是耳根跟声成 没有相交应 没有产生耳势 那他能够忘记反圆的时候啊 自然怎样 其他六根就通通都解脱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他是一个耳根的修法 那同学有兴趣可以把 这个好好再看一下 那这边他有讲到 未来修学人 也可以依照如此法 也可以在当中证 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而已 都可以用这样耳根圆通的一个方式去修 好 那再来是呢 佛入虐之后啊 那个阿难就怎样主持这个佛教 也就是他在当中 当然呢 有一些像绿的部分是谁背诵的 那个就有不同的说法 至少在那个阿难的部分呢 他有在经上面背诵出这些经典来啊 然后怎样推那个才有办法让这些经啊 这些能够流传下来啊 好 那阿难到了120岁的时候啊 他就听到一个比丘口中念啊 他说人啊生活百岁啊 不见谁了好 好 好 嗯 我们可以自在大一点 好 刚才是因为看那个记者 好 他就说啊 一个比丘口念啊 人活到百岁啊 不念这水了好 一种鸟的名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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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就很恳切的纠正说啊 人啊 生活百岁啊 不解生灭法法的话 好 不如生一日啊 也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生灭法的话 活一天也有价值啊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在这一天当中能够 就是说 能够在佛法当中能够契入 能够怎样修得正德的话 哇 活一天就好了啊 不用活那么久啊 对不对 好 可是你看 那时候修行的人 他们已经这样 不爱修行的 大家都不爱修了 也不 也不会想说 谁呀 要听闻见法 然后都是在想 在摄像上面 着手 像那个水疗赫 这是必要怎样一种鸟类 大家看到这个鸟类 活一天 然后要能够看到到它 这就是代表那时候 对法已经渐渐的没落了 众生对法不注重了 好 那所以佛 那个阿难看到 反正众生也不爱修了 他就这样入虐盘去了 也就入虐盘去了 那如果侯罗尊者的话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在有些不同的说法 直九岁或二十五岁 生下他都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他在修忍辱法的时候 修得非常好 因为像他生活当中 有种种的困苦 然后有种种的逼迫 他都能够怎样 很忍耐 然后 他说在 这就是我们 可以在修行上面 然后能够好好警惕 他说在荣誉的时候 不能够使这心高举 也就是 我们在受人家称赞赞美的时候 不要被起慢心 那受污辱的时候 不要起称心 那罗侯罗 就怎样 你要能够怎样 制服这些称赫 然后严守 怎样 忍辱 罗侯罗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所谓的命行第一 也就是在一些很维密 很维系的这些上面 上面他都怎样 非常的能够做得非常的好 世间上没有比忍辱更勇敢 任何的力量也战胜不过忍辱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瑟利佛 那个罗侯罗的师父是怎样 瑟利佛 那内心很平静的 就到那个用浸水洗涤身上的血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佛就又教他 又告诉那个罗侯罗 有智慧的人 能够见到怎样 深缘的因果 有没有 我们不再讲 很多事情不要只看眼前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 起心动念上面 然后多想想 如果做了这件事 未来会 对我们来讲是修行上 是真上呢 还是怎样 往下 真的很重要啊 所以要 能够看眼睛要看远一点 修行人怎样 不看眼前 你眼前能够得到的利益 那些都是虚幻 看远一点 那才是实际 对你的修行才有注意 然后克服这些称心多心 这些忍辱 然后忍忍这些恶行 才能够这样 消灾难 消灾难 那最主要是怎样 心地能够安稳 有没有 心地能够安稳 不要让我们的心 怎样起伏太大 不要因为怎样 人家赞美 就起了这些慢心 欢喜心等等 然后不要因为人家责骂 就开始讲起称心 起那些负面的心等等 这就是所谓忍辱 那个以罗侯罗来讲 他是怎样秘行第一 那一样也是有做所谓的 无常的 观色无常 受讲行事 也都是无常 也就五蕴都皆是无常 那人的身体精神还有一些 事先都是这样 无常的 然后不要去这样 执着 那也要求一个人 独自在金色 结佳佛朔 一心之为这个道理 那 你看他用慈悲心去讲 除掉这些称心 称恨心 用慈悲观 那用不敬观呢 能够除这些贪欲心 不敬观也就是观身不敬 光我们这色身 其实是怎样 不敬的 他身上也 其实是有几万种的存在 然后 这个色身呢 其实怎样 还不是都是这样 皮包骨嘛 对不对 然后里面包了 一袋的龙血在里面 所以 如果我们用观不敬观的话 对这色身就比较能舍 不会产生执着性 所以能够去除掉 我们贪欲的心 那再来用蜀蜥 蜀蜀也就是当 你打坐的时候 然后一呼一吸算一 一呼一吸算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可是这属吸法不是说 从头属到尾 也就是我们刚上座的时候 心比较乱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的注意在呼吸上面 然后 当我们心能够诚信下来 方法也就要放下 不是从头属到尾 好像 好忙喔 都在属席上面 其实那个打坐上 应该是让我们心念能够这样 不要有这些散乱心 所以属席观并不是说从头用到尾 而是刚开始心乱的时候用一下 再用因缘观处我们的那个愚痴的心 众生很执着情质或种种方面 如果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一切都是因缘性和合的时候 就能够去除我们这个愚痴的心 那罗霍罗罗就修行很快 然后还有用那个无缘大持投体大背 因为罗霍罗小时候非常的亡疲 那很多东西都就是会进行一些破坏 那佛陀很生气啊 有一次就叫罗霍罗端了一盆的洗脚水进来 那佛陀他伺候完佛陀洗完那个脚以后 佛陀就很生气就把这盆水倒到地上去 就跟罗霍罗说 你啊现在把那个地上的这些 倒在地上的水啊 全部给他恢复到这个盆子来 盆子上 也就是要把负水收回 那罗霍罗说负水难收啊 那佛就说对啊 你这样子齁 在外面就是对这些 那个大众讲的这些妄语啊 你这些行为啊 就好像泼出去的水是怎样 收不回来的 所以要怎样 行为上要很谨慎 有没有 所以你看那个佛陀罗也是怎样 立更期的人一听受叫 所以后面他怎样 所谓的秘形第一也就是如此 就算很 你看他这样具足三千威夷啊 八万细细啊 那也不会表现自己啊 都是默默的羞耻跟工作者 好 所以我们来看大家社 大家社呢 他能够精通一切的知识啊 那 那个他的出家的过程呢 同学可以自己看 好 那大家社最大的特色就是修苦行 那所谓的头头行就是苦行 那他很可爱 他在那个乞讨的时候啊 都是怎样 选择贫穷之家 所以那个 跟他不一样的 还有一位尊者啊 他都是选择那个比较富有的地方啊 去捐 去布施啊 那佛就跟这两个弟子讲啊 你应该是怎样 随缘嘛 随因缘嘛 不管你遇到的是 有钱或者是穷人的话 都应该怎样 那他们修起怎样 那个供养的心啊 供养的福报才对啊 另外一个弟子听了就改进了 大家社因为他就有苦行啊 他希望能够让贫穷的人能够见福报 他觉得富有的人 他人福报应该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他们就 那个大家社就是找穷人啊 让穷人能够怎样 行布施 然后把他的贫穷给布施出去 那当然每个的理念都是好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后面讲到年花微笑 这也是为大众所知的一个故事啊 那个佛啊 就讲经说法 就说我有正法的眼障啊 虐把妙心啊 十相无相啊 唯妙法门啊 然后就祝福给大家社 也就是大家都这样 佛在那个讲经说法 把一个经波罗花 从左然后移到右 什么都不说 然后只有大家都出现问号 只有大家社怎样 破眼为笑 所以佛就把这个正法给 传给大家社 好 所以那个禅宗就把大家社 列为七天的第一代祖师啊 第一代祖师 好 好 那后面很重要的是 他有做一些 那个三藏盛典的一个结集啊 也就是说 在佛入虐盘以后 很多阿罗汉都入虐去了 那大家社就留下来 赫旦起如来的家业 也就是 开始找这些 找这些 把这些还没有入虐盘的阿罗汉 劝他们这样 不要入虐 应该要把法给这样 流传下来 所以他们呢 就那个结集起来 然后由那个 像这边讲到 那个阿难送那个法战 又佛舍送出两绿杖 然后他们就送啊 送完以后 那个底下的这些阿罗汉弟子 因为他们都有正道神通嘛 所以那些都很清楚 佛所讲的是怎么一回事 都很清楚 他送的时候 那个底下就如是如是 如是我闻 那个就这样子 就会有人把这些法 背的法给写下来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结集 那结集那时候 因为都是很有修行人 他们所这样 所能够就是把这些经典给流传下来 那是在佛教史 佛教那个教史上 是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再来呢 他在那个极竹山 就这样 后这个弥勒佛 他一百多岁的时候 就传法给阿难 那就到这边 然后就以神通力 使身体不坏 用粪扫衣覆盖著 67亿年以后 弥勒佛那个降生成佛 那这个后面的故事是 弥勒佛那时候 当他就是成佛以后 他只要一个奖金说法的一个法会 就可以有几亿的众生都能够得度 然后在这当中呢 因为众生得来容易当整弦 常常也是这句话 那因为修行的太容易了呢 后面有人就开始起谢戴心 哎呀不急啊 反正福报因缘都很 因为弥勒佛时代的那个众生福报 因缘都非常好 那个身高也非常的大 那个国土也平等 大家福报都很好 那个寿命也很长 所以他们就这样 那就不急着修行了嘛 所以有那个大家色就视线 在经典里面就讲大家色视线的时候 因为他们弥勒佛那个时候的众生都很高大 所以看到那个大家色就说 这条那个虫啊 其实也不是乌鲁啦 就是那个体积那么小 跟虫一样的这个众生是什么 弥勒佛就说啊 这是那个释迦摩尼佛时代的一个大弟子 大家色 他呢 就是这样 那个入定七十几亿年 六十七亿年 然后呢 等到我们这些这个弥勒佛的时代呢 然后来视线 这个视线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人家那个 那个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他们福报是这样 可是还有一个可以这样修正 人家可以正到这样的一个功力 我们现在福报业力因缘这么好 那大家修正到哪里去了呢 然后那些弥勒佛时代的这些 就是那些圣者 或者是那些 那个人民们然后一听啊 哇又起大井井心 你看人家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业力因缘 都可以修到这样子 我们还不赶快精进 对不对 所以也帮助那个 那个弥勒佛就是度化这些众生 好 所以你看那些尊者 你看他们那个虽然 我们说阿罗汉好像这样先自立 对不对 可是立他工作 其实他们也是有在做 只是说怎样 不像菩萨做 那个 以那个部分为主 所以对于阿罗汉 其实也是赞叹 我们也是赞叹 赞叹他们 所有对 其实对于所有的众生 他能做的地方 当我们都这样云以赞叹 不要去做一些扯后腿 说真的 人世间 大家互相结善缘 下辈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 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料 所以你看那个大家社为了这些 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见过面的 或者是因缘性 有些是这样 无缘的这些大众 他也是这样 入定六十几亿年 就为了等这一刻视线 然后让大家能够产生精进心 我们也是一样 尽量的是能够 让大众都能够产生精进心 跟这样正面的一个想法 不要去制造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 家章言尊者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就部分就自己可以看 那他那个家章言就是议论第一 那他的回答问题都针锋相对 然后观念非常的鲜明 就像是婆罗门跟婆罗门的相争 或者是撒地利跟撒地利 就是那个印度当中的四种种族 然后他就问他说 这些人彼此互相相争是为了什么 家章言就回答 为了贪欲 有没有一针见血嘛 要不然干嘛有什么好针的 对不对 众生其实 针来针去也是一样 也是都是这样 为了贪欲嘛 如果我们可以对佛法能够了解的话 其实看这世间法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谁在想什么 谁在做什么 不就很清楚 还不是就不离那些贪嗔痴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看到 那比丘跟比丘的相争是为了什么 那那个家章言就回答 是我贱还有法职 也种种的 哎呀我的法最好 我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那他说什么样的人能够离贪欲 还有我职跟法职 家章言就回答 那就是释迦摩尼佛啊 所以婆罗门的修道者 就通通都皈依这样 释迦摩尼佛啊 很多就皈依释迦摩尼佛 所以这都是一些视线 这些尊者其实也是这样 视线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能够这样好好的修行 好 那家章言他也 尊者也会就是代佛说法 有时候 在教化的时候啊 也会请家章言带做说法 那家章言的特色说法就是 辩禅无碍 然后禅语论 先产生产述原则 然后再举大量的实力啊 然后证明 譬如说 家章言呢 在讲无常的时候 他先讲无常的一个法则 爱切的事物有据必有离啊 爱有生必有始 有成必有坏 爱先的世间的有违法 怎样 三合大地啊 申罗万象 都不离这个无常的法门 有没有 他在讲这个理 后面呢 有没有 在举自然界的社会上的一些种种实力 有没有 也不离世啊 对不对 所以跟理当中怎样 就是要用在世上嘛 就是在用在世界上的这些种种 我们面对的这些状态的时候 那 要怎么去面对 就是用佛法 用佛的一个思维方式去面对啊 所以 生老病死啊 这些怎样 都很正常啊 本来就是 不是我们 我们身边才有 外 其实怎样 周边整个法界 其实都是怎样 好 那妇罗那尊者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啦 他 对于 绿帐的部分 他就非常的这样 擅长啊 那 还有他的一个特色就是 不怕牺牲 他在步教的时候 都是到很艰苦的一个地方 难以教化的地方 越南 就是 经济落后啊 民性暴力啊 打架骂人成风的啊 那就会请求佛陀允许去那边 那个部教 阿佛陀听了那个 傅容纳的请求就很高兴啊 他说 如果那里的人啊 不接受你的说教啊 破口大骂怎么办 傅容纳就说 他们只是骂我啊 还不成语这样 棍棒打我 所以还不是很野蛮 所以 你看他很多东西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傅容纳为了 那个奖金说法 他可以忍受啊 很多东西他都可以这样看得开 想得透 不会产生任何的这样 执着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优伯黎尊者 优伯黎尊者的话 他是持戒敌意啊 他是在四线 你看他是那个奴隶 这是那个印度四阶级当中奴隶 大家知道印度的那个阶级 那个是怎样 世袭的 也就是爸爸传儿子 所以如果爸爸是撒迪利 那儿子就是撒迪利 爸爸是婆罗门 儿子就是婆罗门 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是奴隶的话 那就代表永不能翻身了 所以也很苦啊 在优伯黎尊者本身是奴隶 所以当该开始他出家的时候 也造成很多的 那个婆罗门啊 或撒迪利的这些 那个佛的弟子啊 很大的反弹 其实也是在破 佛其实也是一种慈悲啊 让那个优伯黎呢 四线 然后破大家对于阶级的一个执着性嘛 所以佛法其实在最究竟 还是在破众生的一个执着 众生常常有很多种执着性 所以他在那个很多戒律的方面 然后持戒律的方面非常的严格 那对于一些生病的这些比丘 他也都会去关心他 这些我们可以同学有兴趣可以看 那再来看到虚菩提 虚菩提尊者 虚菩提就是讲解空地一二 好 像那个佛在讲那个金刚波罗经的时候 那个就是由虚菩提站起来请示佛 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 因云和祝 云和祥福提心 那佛言啊 安住菩提心的时候就是怎样 布施行 要有无相布施 也就是说 没有那个布施的我 没有布施的对 那个对象 也没有布施的那个东西 叫做无相布施 那渡生的时候 渡众生的时候 要无我渡生 我们就说 你如果由我来渡众生的话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一些观念 然后就强加注在那个众生身上 然后要他们怎样按照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去做 其实 很多东西讲 回归还是要回归到经典 众生都还有众生的习性 众生的想法 所以经典怎么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回归到无我渡生 所以那样才能够降伏心中的 怎样 妄念 还有我跟法两个执着 一样 这还有一个故事是 佛在那个道立天位 那个摩羯夫人说法的时候 回到人间的时候大家都怎样 正先恐后的去迎接佛 只有那个虚菩提 那时候还在石窟当中怎样 缝衣服 有些是说缝衣服 有些是说还在修行 那佛的那个 他本来也想要放下手上的衣服 去迎接嘛 这就是一种像 众生是直说那个像 还要有一个迎接的意思 可是你看如果你对像不执着 也就是解空嘛 那个虚菩提 他对这个像没有那个执着性 然后就开始想 哎呀佛的真身不是六根可以看见的 那迎接佛呢 那不是就是把佛的法身 当作地水火风 四大合合的肉身 这就不了解空性 所以他就这样 依旧坐下来啊 那在当中啊 有很多人都去讲迎接佛啦 当中有个莲花社 就说他是第一个来迎接佛的 那佛陀就说啊 迎接我的第一个人不是你啊 是虚菩提 所以我们就说供佛啊 或者是迎接佛的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对法 能够理解 能够了解 能够修行 那才是真正的这样 理解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虚菩提啊 他都是到富有家 有没有 我们就讲说 一个是起富啊 一个是起贫 一个是起贫 有没有 刚刚我们讲的大家设就是这样 究那个苦行啊 所以他都是讲起贫 跟贫穷的人乞讨 那这个虚菩提呢 就是讲 跟富人乞讨 因为他认为富人才有嘛 你跟那些穷人 他就一定讲 那个很贫穷啦 你还去跟他这样子 这样子要啊 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些 这样 那个内疚跟烦恼的心 所以你看他们的起心动念都是好的 这很重要 所以 可是佛陀他就说 一切都是水因缘 到后面呢 大家还是维持 就维持自己的一个起贫不起负 可是虚菩提呢 他怎样 听了佛陀讲的 他就开始怎样 改变 所以这有时候各有各的因缘啊 没有什么对错啊 只是说人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行硕 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有时候就是讲 祝福他们 好 你看 所以那个佳瑟还是着重于苦心 他依然是我行我恕啊 可是讲佛也不勉强他 好 那解空第一的那个虚菩提呢 那当然就这样 比较容易能够入到所谓的无真三昧 因为他 你看像他这边啊 心胸跟这样 扩大自在 为朱比丘的一个怎样 佩服啊 有人说他 对他忍嘲热讽啊 说他每天这样痴痴呆呆的 一点都没有行动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然后 当然就引起一些辩论啊 好 那虚菩提就劝这些人啊 他说修道的人啊 要把这些 基草啊 或者是毁谤这些匿迹 看作怎样 助到的真上缘啊 可以消业障 加强细心啊 然后再说这些 诸法空性的真理是无我无人啊 无比无耻 有没有 无高无下 有没有 所以一样啊 能够让我们修行成就的法 都是怎样 很殊胜 也不用去跟人家争论 有没有 如果我们对诸法的空向 能够理解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跟人家变 对不对 因为怎样 无我无人 无比无耻 那请问你 谁在跟谁变啊 对不对 众生很喜欢变的原因是这样 有我有比 有高有下 有凡有胜 一点都不平等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变 那以入这些的这个圣者的话 都平等一项 没什么好变的 真理就真理嘛 不会因为你变 他就不是真理啊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好变 那一样啦 他后面也是啊 就做产的时候感到事大不挑 也是一样 虽然已经就是修正到阿罗汉 那我们就说 他有所谓的怎样 有余虐盘嘛 色身还在 可是已经修正到阿罗汉 对不对 那他就怎样 结佳复作 那端生正念着 引发了身体的这病苦原因 有的是怎样 过去的夜暴所生啊 有的是怎样 现身为原的关系啊 所谓现身为原就是 例如说天气冷了 你衣服穿不够 这就是怎样 现身为原嘛 人家因缘性是怎样 你不配合 所以就怎样 用医药不能够彻底根除啊 所以生性因果 我们就说 如果到了行的时候 那个受行 那个行啊 有没有 的时候啊 就是已经照做了 还是可以这样修行 就是用忏悔的方式 然后修行残观 然后从心不苦到生不苦 然后正念残观 然后身心就能够这样 轻忠自在 疾病就这样豁然开然 就能够这样痊愈啊 那我们讲完十大地址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五大菩萨 第一个所讲的就是 你怎样 弥勒佛的一个事迹啊 好 那弥勒佛呢 这个他出生也是非常的殊胜 那 那个 可是呢 因为怕 有些人听啊 就会觉得 要发生 就是国王啊 讲到 他是转人圣王啊 可能 也具有那个荣王像 怕他夺 夺他的一个王位 对啊 所以就想要把他杀害 那个弥勒佛也是 弥勒 弥勒从小就生长在 可是他被藏在母舅家 长大以后啊 那个 就 那个母 那个舅舅啊 怕他那个祸啊 不能灭 就看 那他去讲 见佛文法 跟着佛出家 啊 那个 你看啊 像现在有些人 他就说 哎呀 师父那个修行 是不是你要修苦行 你看那个弥勒佛 那个的视线的一个修行就是这样 他在富有的环境当中修行啊 那个起心动念上面清静的话 不在那个外在的形象嘛 啊 为什么 不行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有国王送的那个 一件金驴的袈裟给那个佛嘛 啊佛就把他赐给朱比丘 大家看到都不敢要 米勒佛就这样受之啊 天天穿在身上到处起食啊 一些人的议论啊 那听到也不放在心上啊 那个米勒佛在那个《热言经》里面就讲啊 亦我往昔有佛出世啊 明日曰登明啊 那我从彼佛而得出家 那心众名利好有诸性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一个问题点 那那个文书菩萨也说 文书也说他心肠怀懈怠 汤卓于名利 求名利无厌 多有这样 足性佳 所以在说明这个米勒的一个习性的仰测 也不是从现在开始 已经这样 已经这样 变成一种习性了 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子了 好 那所以呢 他修行的过程 你看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释迦摩尼佛先 两个字都在修行嘛 那可是释迦摩尼佛这样 先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样 释迦摩尼佛比较这样 静静啊 那个 那个米勒佛他重视会学 好 那释迦摩尼佛他是以十四字正觉 有没有 所有无所爱惜啊 还有那些欺负啊 妻子啊 头目啊 手足啊 国土啊 还有这些珍宝财物啊 还有这些水脑啊 雪肉啊 不惜生命啊 这些他都可以这样 布施嘛 所以他集成佛道 阿弥勒佛的话你看他 弥勒出家以后 他就不跟小圣 唯伍啊 都跟这些文书 普贤 观音 大师之间 大菩萨 为那个同事 所以在大圣的法位的时候 弥勒都占有这样重要的席位 好 那释迦摩尼佛在众多弟子的时候啊 都对弥勒有利也相待 也有授记他将成 那个就是 当 再来就是这样 下一尊佛 赐当怎样做佛啊 那当然有些比丘就有一些论意啊 人总是很爱讲 爱比较 我们就说啊 这些东西其实 你现在都一直在看在眼前 眼前为什么授记他 不是我 你也要看到人家的那个修行当中啊 也有人家的这样 优缺点嘛 你大部分人在看对方都这样 为了要提高自己贬低别人的 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 好 那释迦摩尼佛就说啊 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难讲啊 你看那个十二年后啊 那个米勒呢 生于波罗那国啊 然后捷波罗绿村啊 大波罗门家本所深处 结家夫作 然后如露灭定 那生紫金色啊 光明亮显赫 如百千日呢 上升到人家都率天啊 其身色力啊 如这样雕塑那个金像一样啊 不摇不动 然后圆 那个深圆观当中啊 就有怎样 手刃眼三昧波罗蜜啊 致意怎样秉拦啊 那天人呢就怎样 为他这样起重宝的妙塔 供养色力啊 那在兜率天啊 七宝台当中啊 然后摩尼殿上呢 狮子座 狮子床座 忽然化身啊 然后 座于那个莲花上结家夫作 然后身呢 如你那个炎福提的金身啊 金色 那个炎福提就是那个 在整个说服世界来讲 整个世界当中最殊胜的一个颜色 叫炎福提 那个炎福坛金色 那禅十六有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通通通都具足 然后跟诸天子呢 做华术 然后昼夜六十不停的转 那个大法轮 然后度诸天子啊 好 因为弥勒精神啊 他是体现在于这样 菩萨在艰苦的情形下 行菩萨道 他着重于利他 在利他当中实现自利 完成这样 国土的这样 佛土的这样 依正专严 所以你看人家的一个 那个心量 心量就是这样 能够着重于利他嘛 所以我们一般都常常都 一直在看人家怎么样 其实很多东西 等下回归到自身 我们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够修正成佛 这比较重要 一直去评论人家 我们说真的 也不晓得人家做多少 然后一直去评论 那没有太大的这样 没有太大的那个功用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米勒成佛的时候 那岩福提的情形是怎样 我们看一下自然条件 国土呢 藏十千游巡 非常的大 阿管八千游巡 这游巡就是那个急行军 一天一夜 快速的一直走 那个距离 就叫做游巡 那土地很平坦 像镜子一样 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的心呢 这个种种的这个外境呢 就是我们心的一个呈现嘛 那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土是呈现的是土地啊 平坦如尽 代表他们的心也是怎样 非常的怎样 平稳 那明花卵草有没有 然后能够遍复其地 也就是心都很柔软 那个种种的树木啊 滑果茂盛 树都高到怎样 三十里 哇非常的高大 这边的居民呢 我们看一下 人寿是八万四千岁 然后非常的智慧威德 色力俱足 安慰快乐 只有三种病 一个是怎样便利啊 另外一个饮食 还有衰饶 这些就是怎样 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只有这三种 没有那个所谓的怎样病啊 没有所谓的那些其他的 像索佛世界这边 这些要面对的这些恶难啊 他们都没有 所以那个也就是亲近啊 那年呢 女人如果到了四五百岁 就行驾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观念呢 就是这样子 同学不要去看那个佛经里面 要几节要几节 你看 你脸人的寿命 都可以到八万四千岁 所以很多东西不思议啊 好 那这城市呢 之间啊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未来 未来弥勒佛的一个世界 长得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那城市呢 那个城市之间次比 也就是一个跟一个这样 相邻得很近啊 鸡飞相及 也就是一下鸡飞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那个城市跟城市之间 然后距离很近 那有一个大城叫做什么啊 赤头墨啊 他的街巷道墨啊 管十二里 打扫的非常的清静 他有那个明珠柱啊 明珠柱啊 高十里 那个光照耀啊 昼夜无异 也就是 那个白天跟晚上这样 都一样 有没有 像我们还有所谓缺电问题啊 你看 那个 从那个像当中可以呈现 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福报因缘 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众生 他的福报因缘就这样 还会缺水缺电 对不对 如果到明日佛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电是怎样 一个宝珠啊 有明珠柱啊 然后高十里 那个光就可以这样 昼夜无异了 那就不那个 灯竹之明啊 就不复为用 就不需要用到这些所谓灯跟竹啦 那时事非常的安乐 有没有 我们就说 那个像跟心是相互运的嘛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像非常的殊胜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那个 那个众生的信仰 他没有当在这当中 没有怨贼道妾之患 也就是里面的人 他们这样都很富足啊 所以不需要去偷啊去抢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诚意的聚落里面这样 无弊门者亦无这样 衰脑啊 也没有水、火、刀、冰 还有这样 你看那个饥饥啊 或者是毒害 毒害有没有 你看现在 那个像现在的众生 如果看到这个 一定非常羡慕 那个米勒佛的时代的众生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还有异勤菜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异勤菜 那当然就是种种照做嘛 新的呈现嘛 照敢来的 所以你看后面有没有 这样的敬 这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样的敬 请问要怎样的心呢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心 人常慈心 有没有 对众生彼此互相都是慈心啊 而且怎样 恭敬和顺 然后能够怎样 调伏诸根啊 然后怎样言语千顺 有没有 心都非常的这样 慈啊 都以慈心对待众生啊 彼此都这样恭敬和顺啊 诸根都怎样能够调和 然后彼此互相的言语都怎样 非常的谦顺 不会哎呀我最厉害 我的法最好 我的什么什么 不会 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有没有 心跟敬是不是啊 相合啊 所以当我们现在面对 这样的敬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应该回归来 这样检讨我们的心啊 平常我们如何的对众 对大众 对法界 我们说法界很公平嘛 你怎么对大 这个法界 法界就还你什么嘛 那时候的众生 对于法界 的众生是这个样子 所以呈现的静就是那样子 好 那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后面讲到政治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转人圣王 那时候是 有转人圣王 那他有四种兵 然后以威武统治四天下 那王也有七宝 又有四大帐 那也有四千小帐围绕 珍宝涌出 无守护者 那众生见者呢 心无贪拙 也就是福报他们 很大 然后到处什么 珍宝这些 已经都没有什么稀奇了 所以 这个就是他们的福报因缘 好 所以 那个弥勒佛下身后呢 也就如那个释迦脱身啊 出家 然后成道啊 说法种种的事项 那 我们还是会以就是 修行为主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 弥勒呢 以修慈心观为文明 在那个华言经里面修慈分里面 佛告弥勒 也就是因修慈心啊 以至调伏 在念念中呢 要常修六波罗蜜 修慈心时呢 未生分别 不起 我啊 还有我所见 那 当得怎样 六种犯天之福啊 所以你看他在修慈上面 也有非常的这样亲近 修慈观 对待众生都以慈嘛 所以 当他怎样 对法界是这样一个发心的时候 自然等下 法界 他的一个衣着 或是很多方面 自然呈现的就是这样 那他在这当中呢 我们说 那个以经理义这件事情 大家会很没 比较没办法理解 出家修行不是就是要 要讲 种种啊 这又是人的一个想法 又想一套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的时候 这样一个呈现 他也怎样安然受之嘛 那很多东西他在 主要是他在自己的一个修慈上面 他很多东西很坦淡 然后无愧于天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 再往下看 他所修的管大之池啊 所以有一些先世的业障 醉障都能够怎样得除灭 可是修行的部分就是怎样 个人修行 然后个人了嘛 对不对 那他在很多面对的时候 你看他很多东西 他怎样该怎么处理 他也是很清楚 所以不久当正得无上的菩提 那求持心观善求佛道 这是米勒的思想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米勒与一切食一切处呢 不起沙奖 也就对众生的一个持心 所以他不起沙奖 然后也不会去吃众生的肉 那像在那个一切智光明 先人持心因缘不食肉 经里面有讲到 在过去节中有一个世界叫做怎样 盛花夫 然后佛号就是为米勒 有没有 然后有大婆罗门 明一切自光明 那文佛说 这些慈三昧大悲海云经里面 就为幸福为佛弟子 就发菩提心 然后誓愿未来成佛也浩奖米勒 所以他舍家入山勤修饭行 那八千岁当中少欲无事 没有任何的这样 跟五欲这样 不会像一般众生都这样 追求这五欲 这少欲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 起食自活 然后宋慈这个慈三昧经 一心不乱 有没有 那当这个洪水爆发的时候 不得起食的时候 一切自光明 仙人以七天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吃到半粒米 那生命当中垂尾 然后有兔丸跟母子 就两兽 为护持法久住 就投入到火中 然后让肉熟 然后供养仙人 也就是以他这个舍身 户法 然后对这个仙人的教训很大 他就看到这些烧熟的兔肉 就说祭 然后铃铛燃身 破眼目 然后也不忍 怎样 行杀食众生 所以我们就说发愿很重要 当你就是这个起心动念当中 你要往哪里走 那个发愿就是你往哪里走 所以他看到这个兔子为了 就是说兔完那个母子 为了要护法 然后能够这样的舍身 所以你看 诸佛所说慈悲心 脾经当中常常说此情死者 寧愿能够这样 寧愿自己这样破骨髓 出头脑 也不愿意这样淡肉食众生 如佛所说行持者 此人行持不满足 长寿短命多并生 然后迷没这样生死不成佛 更发誓愿愿我生生世世 不起沙相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诸佛菩萨的一个修行 不要从他的相去解 有些看到那些种种的相爱 就讲这个讲那个 其实相没有办法 表达出一个人的累生累劫 当中说修持 那这个米勒他的一个修持观 他从一个慈心下手 像那个观世音菩萨 是从耳根元通去做一个下手处 那这个米勒呢 他是从慈心去做一个下手 也不担 也不拾肉 然后乃至于成佛 自断肉戒 所以予以啊就怎样 投火中啊 雨突晚母女并密啊 所以这就是慈性 慈世宜性的由来 为什么 那个性慈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故事就生动的说明了 米勒对于一切众生不起沙相 这管大慈心官啊 不管任何的情形下 宁愿自己有任何的伤害 也不会去讲十当众生的肉啊 那他还有制定一个断肉戒 也就是他弟子不得食肉 所以这边清除的招式 人们啊 米勒是一个素食主义的一个实践 跟颤导者啊 其实这倒是外相啊 只要是他在发心那个愿 然后那个心 持心的一个展现 持心的一个展现 好 那这边讲到无能胜 这边后面有做一个比较 就是从印度佛教史这些 其实印度他们本身那边的一个饮食状况 就没有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满足就是素食啊 所以各有各的因缘啊 众生不需要为了我们就说 你用相去做种种的批判 其实这个东西 你也看不到他累生累劫当中这个修持啊 对不对 你看到这边 批评这个 看到那个米勒 他在那个穿金履衣的时候 又在批评那个 其实个人的修持 那个累生累劫当中 一个发跃一个修行的过程 我们也看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以一时的项羽去做种种的评论啊 有时候那反而是一种造口业啊 对不对 所以对他的众生我们都云以这样 今天用祝福的一个角度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边也有那个米勒佛 他名为这样无能胜 无能胜 他也是这样修为士官而这样著称 那修士官不是现在才开始修 而是这样因缘性你这样 源源流产啊 我们就说你是修哪个法门 其实你就看你修哪个法门得法喜 那就是了嘛 那他这边就说 在任言经里面有讲到啊 我一往昔啊 今为成节啊 有佛出世 明日月登明啊 我从佛出家 那那个佛就教他为心 事定啊 然后入三摩定 那入三摩定之后 历劫以来就以这三昧 也就一定啊 然后能够这样 试啊 试横杀佛 所以同学会说 万一怎么能够有办法试那些 试后这么这样无量无边的佛啊 那个其实是我们以人的思维 是没有办法去做到 我们就想这辈子我们怎样能够供养 那这个己尊佛好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怎样能够无量无边 其实那个就不是人的一个思维了 他这个就是要入定 或者是说等你成菩萨之后 或者是有所修持的时候 那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试千 就是说百千万亿佛 或者是我们心量到达那里的时候 就是心量能够扩量 能够就是供养那个无量尊佛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这样 自然而然可现啊 所以不用一直去对于一些境界的部分 说哎呀这无量无边啊 这样怎么可能性啊 那都是众生的一个角度在看事情啊 那以佛的菩萨来讲啊 居然经典这样讲 那一定是怎样 那个佛经的部分啊 就是像我们在写日记啊 今天做些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佛经也是一样啊 就是有佛这样如实这样子 然后得证嘛 那个也是怎样如实这样记下来 所以佛所讲的这些经典的部分 都是怎样真实语 大家不用怀疑啊 不用起疑心啊 反而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看看人家修持法门 你要从哪里下手 像那个 那个我们现在又 刚才看到那个印象比较深的 观世音菩萨耳根原通做起 那这边的那个 弥勒佛的部分以慈心做起 所以都可以 就看你从哪里下手处啊 那弥勒的这些维世观 否定呢 说佛世界的外境实有啊 一切本来就因缘性和合而成 哪有一个实有的存在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根本啊 那把境序空间 所有一切的佛土 也一笔勾销啊 本来就是这样 佛国净土就是因为 有众生的存在嘛 那众生本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那没有众生相的时候 佛国净土还存在着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些都这样 全部都这样 不执着 然后全部都空掉啊 所以一切揽静的因缘都没有 显现怎样诸法的我心啊 因为能够安立在何处 这种不定义法的这种精神啊 微佛跟佛之间能够正知啊 所以不是这些凡夫恶圣啊 权位的菩萨可以这样胜过的 好 好 那这个米勒的话 他有串瑜伽学派 我们来看一下 佛灭度以后九百年啊 那有吴卓菩萨日月日光定夜生 跟那个兜率天啊 那在米勒佛处啊 那时候还没成佛啊 在米勒处啊 受余且师弟论啊 那奏位大众宣讲 那弟子当中有些不相信是米勒所说的 好 那吴卓为了是众那个乙啊 就请米勒降到人间 然后为众说法 好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呈现的自家 米勒说法 好 然后就成一到那个米勒所说呢 又著成这样 米勒五论啊 这边有种种五种论 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那承袭米勒的一个学说 有吴卓跟世青兄弟啊 好 那吴卓有些 有哪些著作 好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阿米勒在我们这边说法 好也有种种四限啊 好总是佛菩萨 菩萨本来就是要示众嘛 好也就是要度众啊 好 那就会有种种四限 那像这边就讲到 那个梁坛子代的那个 布袋和尚就是啊 好 后面还有种种四限 这些同学可以自己看 好这些都是那个 那个菩萨为了 米勒菩萨就是为了要度众 好 有一些在世间这个四限的故事 好 那文书菩萨 好我们来看一下 文书菩萨 你看他们出身都有一些急躁啦 好 那 再往下看 好 嗯 在华言经陆法皆彼当中啊 米勒菩萨对上才讲啊 文书大愿啦 非其他的怎样 百千万亿哪由他菩萨之所有 所能有啊 他的行呢 非常的广大 好也就是 他所那个行呢 是这样行管大愿 好 愿也无边 好那出身一切的菩萨功德呢 无有修习 好啊 常为无量 诸佛之母啊 好你看文 文书师弟菩萨 还是菩萨耶 好啊菩萨为什么能够为诸佛之母 所以我们对于 那个就打破众生那个 对菩萨跟佛之间的一个执着性嘛 因为佛 那么菩萨一定这样 高下 佛为高 然后那个菩萨为下 其实有时候那个菩萨呢 他已经这样 他已经成佛了 可是为了度众呢 他在这样 趁愿而来 又化作菩萨来度众 所以那个时间跟空间 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也不用去做任何的评论 很多东西我们就执心的去观 也就是说佛经怎么讲 就是这样 不用去产生多余的一些心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量诸佛之母呢 常为怎样 无量的菩萨这样的老师啊 教化一切众生 在大圣佛教里面 文书是诸菩萨的上手 常跟那个菩萨 伺候在佛的两边 也就是左右 那所有的佛弟子呢 都把那个文书师与菩萨 文书当作是智慧的化身 像说波勒啊 为诸佛之母 那文书为欺佛之师啊 所以常见的文书的一个像 他那个头顶有五个记 代表五字啊 能够怎样 无上无德之相 那五字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法界的体相智啊 还有大圆禁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 那他的像当中呢 常常就着手持着莲花 那莲花当中呢 又安放着怎样 波勒金啊 是怎样 波勒一成不来 我们知道波勒为佛母嘛 也就是说你要成佛 必须要习波勒 很像大火炬 什么叫波勒 就像大火怎样 放一把大火把四面都给烧掉 把你的所有的执着烦恼 全部都烧掉 右手呢 他持的是怎样 宝剑 然后就是我们用怎样 智慧的剑怎样 断一切无名烦恼啊 那就欲金刚宝剑能够怎样 掌群魔 或者是坐在莲花台上 表示情境 或者是怎样 这其实就是那个 文殊施力菩萨的一个像 所以如果看到那些 持着剑 然后拿着莲花 这就是怎样 文殊施力菩萨 或者是说他会视线 坐在那个莲花台上 或者是坐着狮子或是莲花 孔雀啊 这些都表示怎样 威猛 那大圣法会都有文殊的参加 然后 辅助这释迦牟尼佛宣传 怎样大圣佛教的一个思想 在保倩经里面有讲到啊 佛在设立国的时候啊 一天有一年呢 就一年下了七天的大雨 那个 那个荣田啊 住宅都被洪水淹没了 那祁园里面有八百的比丘 跟万语的这些菩萨 都 开始面对饥饿的状态 那阿难就请求文殊施力菩萨 来怎样救济啊 那文殊就使众多的那个佛弟子都得到保足 能够安心于道 所以文殊在物质方面也给那个世家生团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就说很多孩子要做 还是要有一些福报嘛 资良的一个那个助到的部分 该做的还是要去做啊 那才有办法在未来修行当中能够资量充足 甚至于能够帮忙别人 好 那 所以那个在婆罗种姓的这些 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啊 他们大部分都厌离心啊 比较习惯于苦行 像佳舍 那文殊协助那个释迦牟尼佛 多了大量的工作 就使这样 很多僧文众能够回小巷大 然后接受怎样大盛的一个教法 像那个林山会上啊 五百的比丘就能够怎样 得通怎样未得冷啊 那以书密治啊 看到就各见过去 可能杀佛杀母的这些重罪啊 那于各自内心啊 非常的各个怀疑啊 于圣生法当中啊 也不得入啊 所以文殊就怎样 站着见这样逼佛啊 那佛就说文殊住住啊 吾必被杀 我被害以啊 然后谁害吾子啊 所以这个就是怎样 五百的比丘就怎样 自悟本心啊 疗法这样如梦 所以这个你看佛菩萨 你看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得度啊 有时候就做种种的那个视线啊 演给大家看啊 那大家在这当中怎样 各得其解嘛 然后能够怎样 安抚掉自己本身 看到这些种种的那些恐惧害怕 然后那心能够平稳之后 自然能够接受大法 不然的话 那个我们就说小根器的人啊 你接受没有小容器 一般小小的那个花盆啊 你要接受那种大的那个花器的一个 要能够那个擦 或者是能够怎么样 都没办法 所以在他们还要接受大法之前 先演一出给大家看 先按大家的心 告诉大家怎样 每个人的心性都怎样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他先让大家去除掉那个恐惧之后 然后来啊 才能有办法继续啊 不然的话众生的一个执着相 也没办法 所以文书就用杀佛的方式呢 来教育五百比丘啊 那他能够这样 赠得大圣的忠义 然后赠得这样法人 文书呢 对大众宣说那个大圣空义的时候 就说不用见佛不用求法 那两百比丘就以为乱说啊 然后就舍佛而去 那那个文书又与中途呢化作大火 比丘呢以神族非空要跳过去啊 然后是又看那个 在空中又献出铁网 然后又生大恐怖 然后回去看到那个奇缘的途中啊 又铺满了青苔 那个比丘亲到佛所啊 白上所见啊 那所以佛就告比丘啊 你们内伙未尽啊 欲渡外伙无有是处啊 也就是你们内心都还这么多的贪嗔痴 你们就要怎样 哇 要想要往外有说 有些什么样的成就 这些都不对啊 应该堕于箭网啊 欲渡铁网无有是处啊 所以此之爱见啊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都是妄想生啊 也就是他们所见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都是一些妄想而已啊 只是因为我们有我见嘛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些都是这样为真实啊 所以无我无我所啊 好 那正德以后就这样 哇你看 所以那个文书实体菩萨也是很 很那个喔 配合佛的一个方 那个配合众生的根气 然后跟佛这样 常常联合起来演戏给大家看 啊 在当中种种的视线 都是要让那个 你看 所以可见文书实体菩萨 不是只有一个解大圣空意的一个智者啊 对这些神通幻术的运用也非常熟练啊 啊所以200笔丘在走投无肉之下就可以 就值得回头 那火器这样 这样冷静下来了 有没有 之前的慢心或者是那个疑心 种种的那些心 其实都烧得怎样 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嘛 啊为有 藉由这样的一个视线啊 然后让大家心冷静下来 然后接受佛的一个教导 然后让他能够接那个正德怎样 罗汉的果位 还有呢 这些同学可以自己看 然后就种种的视线配合 好 那文书的这些的一个思想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华言经》里面 文书是青年的一个导师啊 他教导同学不要像 那个摄立佛比丘那样整天坐在大树下 要学习佛陀啊 至高无上 然后能够修集善根 然后见佛文法 然后学六菩萝蜜 在学习上要永不满足啊 要不尽有为 也不住无为 也不住在有为那一边 也不住在无为上 然后处生死海 然后去教化众生 行菩萨道 所以他引导了六千个青年补 那个比丘呢 从事立他的一个菩萨行 然后宣说大圣佛教 这边要讲到那个 维摩姐居士这个故事啊 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看 好 那在不二法门当中啊 文书是大圣空义的一个奠基人 他的一个大圣空义的一个特点就是 不着空也不执着有 对不对 他在众生认为有当中 他也视线种种的神通 然后让众生怎样 破众生有的一个执着性 那在众生执着空的时候 他也告诉大家像 应该要怎样 度众啊 要也是这样 要不着空啊 所以他是怎样 不着空也不着有的一个这样 不二法门的一个追加代表 所以在不空不二跟无二的那个 离空有的两边的含义里面 那文书施力菩萨呢 他反映在维摩截经 还有施意犯天所问经里面 有这两个 把这个思想表现得非常的这样 明了啊 那 这些维摩截问法里面 三十二位菩萨 他说如何入不二法门 维摩截问文书 文书就回答 如我益者 于一切法无言无说 那个表 无事表 无事无事 他离世间诸问 是为入不二法门 也就是所谓怎么叫做不二呢 也就是不是用 言语跟那个心事 起伏 那些就可以言说的 所以要离一切 那个言语 还有离一切世间的言说 跟离一切的那个 那个死语 才有办法这样 入到所谓的不二法门 那文书你看人家也是立根器 好啊 那你既然问我 我也来问问啊 就问那个维摩截啊 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啊 那维摩截就默然无语 哎呀 既然无言无说的话 哪还有什么不二法门可入啊 所以当然就是这样 默而无语啊 所以文书就赞叹啊 奇哉怪哉啊 乃至于这样 无有文字与言 然后是真入这样不二法门 所以所谓的不二法门 不是用文字去讲的 是用正德跟修德 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好 那为什么众生会有恶 既然讲不恶 什么叫恶 就众生参着于我 就是分别有恶嘛 好 那什么叫不恶 就是种种分别为恶 那实际这样无有恶相 所以文书就讲到讲出啊 众生加恶为分别的核心 有没有 众生常常就男相女相啊 长者相 然后小孩子相啊 都有落入两边啊 也就是一定有对立 有佛就有这样众生的相 所以那个恶为加分别的一个核心啊 那指我 无我就没有分别了 既然没有我 就没有所谓男相女相 种种的相嘛 无众生相嘛 对不对 我既然是空人 也没有所谓的不思者跟 怎样受不思的人啊 对不对 也没有那样的分别啊 好 所以要能够真的了解到 不恶的境界 首先要怎样 先正道我空啊 对不对 我本身就是空的啊 那不是用嘴巴讲 要修正道 修正道我空 自然能够怎样 入这不恶的一个境界啊 所以这边就出发 那个从此出发文书复达 那个犯天的一些重要问题啊 什么是修道啊 答不分别是法还是非法 然后离于二相名为修道 什么叫做道 一切法都不可得叫做道 这就破众生的种种执着啊 众生总是还有个佛可修嘛 一般的人我们就说 他还是有那个 你叫他先要放掉这世间法 也就是验这个说佛世界 那那个众生会觉得 哎呀那如果不抓取这个 那我要抓取什么 所以还有个佛法可得啊 对不对 你佛法的怎样 可得到修道后面怎样 告诉你一切法不可得 这就名为是道 道不能让人家怎样 离生死自虐盘啊 有没有 如果道能够让众生离生死入虐盘 道又变成是一种法子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一个虐盘可入啊 对不对 所以不离不治名为道 也就是不离佛法 可是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道的 这就是做怎样圣道 好 这其实都一样啦 如果众生在 我们就说你一开始没有抓取 执着任何一边的时候 你就后面你都不需要放嘛 好这边那个对于文书的 这些种种的传说 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的话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愿嘛 他的愿 那 悲华心里面就讲到啊 我行应当圣诸菩萨 阿宝藏佛又讲到 以示因缘金改辱至明曰普贤 有没有 那 所以对普贤一鸣的一个解释啊 历代的大师都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阿宗密他 宗密大师在那个大方 就是大方广 圆诀修多罗了义经里面的那个月述里面有讲到啊 约至体讲 体性怎样 周片名为普 那随缘成德名为贤 有没有 他在解释跟普贤啊 也就是 那个体大概都 都讲的是怎样佛性 佛性其实周片一切 众生呢随因缘怎样成德啊 就叫称为贤 如果约诸位来讲的话 游记无疑名为普 那 林吉怎样雅贤名为贤 雅胜名为贤 这其实同学了解一下 他对普贤的一个定义 那在那个释迦牟尼佛常常就是 普贤在佑 是佑 那主是这个定德门啊 文书呢在左 主定主是这个自德门 所以文书的一个特色在智慧上面嘛 那这个就表示讲解行并进啊 然后定慧双修啊 一个是行的一个代表 一个是解的一个代表嘛 一个是定的代表 一个是慧的代表 那清凉国师对这个解释 这就非常的那个透彻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普贤呢 表索性如来障 那是以李去波罗经里面有讲到啊 一切众生皆如来障 普贤这样自体偏故啊 所以这样初慧即住如来障三昧 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 那个佛性通通具足啊 那个普贤啊 菩萨他能够这样自体偏故啊 所以这样也是佛性都具足啊 所以初慧人家就可以入到这样 如来障三昧啊 所以文书表能性的心啊 佛明经里面有讲到 一切诸佛 皆因为文书的一个发心呢 那如那个善财使见 然后发大心啊 阿普贤表示所起的万恨 也就一切经中啊 皆说普贤恨怨 阿文书表示能起之解 阿所以那个米勒在对于善财的时候 他就说啊 如呢先得见诸善之事 然后闻菩萨行 然后入血脱门 然后接怎样 闻书之力啊 那普贤表正空出禅法界啊 那个在华言经里有讲到啊 身相就如虚空 然后善财见之啊 就得到怎样 自婆罗蜜 一体这样 启用过啊 也就是那个本体啊 依照那个佛性当中的本体当中 怎样 我们会启用啊 也就是把那个佛法怎样的智慧 怎样用出来啊 所以文书表能够正大致 有没有 在世上面呈现怎样 理的一个圆容 有没有 我们之前有讲 好 那普贤就是十大愿亡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种种的发愿 这边就是 那个在那个华言经里面啊 普贤恨愿品 这一品非常的有名 我们来看一下 欲成就此功德者啊 功德们啊 应修十大广大的恨愿啊 何等为十呢 一则要礼敬诸佛 二则怎样称赞如来 三呢 三呢 广修共养 四呢 那个忏悔夜战 五呢 随喜功德 六呢 是勤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怎样普皆回向 所以你看这边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 那他发这十大恨愿 也就是我们怎样 在要往成佛的路上 要做些什么事情 这就是他清清楚楚的这样呈现出来 字非常的简短 有没有 然后怎样 那个当中的那个行的部分 都是在行上作手啊 作手啊 所以这是叫做恨愿嘛 我们就说你发那个愿呢 并不是你现在未必你现在做得到 可是这个是怎样 我们成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这叫做恨愿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哇你看很殊胜 他该这些礼敬诸佛称赞啊 管修共养这些 该做的都有去做 好 好 那 后面有对这十大恨愿有一些解释啊 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普贤呢 另外还有所谓的十论 也就是 对于这些大菩萨他提出十论 如果能够行持十论 就能够在一切诸佛 一切佛法当中无碍无尽了 好 这十论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因生忍 因为之前的十论恨愿 这个部分 常常有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这个十论的部分 我们可以 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是因生忍 菩萨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教法 不经 不布 不畏 然后能够深信 误解 爱乐去向 专心应念 然后想修行安住 也就是佛所说的这些一切的教法 我们都能够怎样 没有任何的疑心 然后该做的怎样 就要去做 然后怎样 装心 也就是心不要散乱 众生心都散乱 所以很多东西产生种种 在疑心 种种的心 因生忍就是怎样 我们听到佛所说的教法 他怎么说我们就是怎么做 那第二个是顺忍 这其实都是现在的众生所缺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菩萨与诸佛的一个思维观察 平等无为 能够随顺了知 让心清静 也就是随着因缘 然后在日常当中去思维观察 能够用佛的智慧去怎样 去了知 那这样心才能够清静 能够振住修行 然后去到成就 所以顺忍 随着因缘性 因缘怎么样演变 我们在这当中这样 都能够忍 都能够这样 还是持续的往修行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忍 其实是怎样 排除一些旁骛 然后专心的往这样一个方向走 这忍的意思是怎样 我们在修行 或者是在日常当中会有一些干扰 我们就把这些干扰都给去掉 像第一个因生人 我们不就是排除掉这些恐怖 害怕这些种种的情绪吗 对不对 然后对于我们就专心这样 对佛所说的这样去做就对了 第二个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观察当中 要让我们心能够清静 然后随顺这些种种的 顺的这些因缘 然后能够怎样了知 才不会 这当中就是这样 不要起这些逆心 也就是人家讲 真的吗 哎呦什么 这想一大堆的想法 所以这叫做顺忍 也就是我们说的执心 那很多东西这样清清楚楚 然后就这样子做就对了 那无身法忍的话 菩萨不见有少法灭 何以故 因为无身谁无灭 对不对 无灭谁无境 无境谁离构 离构所以无差别 然后又无差别怎样 这无处所 无处则即境 即境者离遇 离遇怎样 这无作 无作就无怨 无怨就 无助 无助怎样 无去无来 这就称为无身法忍 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生灭法 没有所谓的生灭法 这个就是能够正到怎样 能够如实的了知 是本来 事件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生灭 这称为无身法忍 那如幻的呢 也就是菩萨知道一切法呢 都是如幻 那从因缘生啊 所以从一法当中啊 能够解诸法 从多法当中又能够解义法 好 也就是说 看到一样事情 他就能够这样 哇有无量的一个这样 无量的解 无量的了知啊 他从无量了知当中 单单就了解这一法 都可以 好 那菩萨了达呢 诸法如幻矣 则了达这样 国土众生法界世间 一切本来就都是平等的 既然如幻 那一切都是这样 如梦幻泡矣 那哪来的高下啊 然后大小啊 男女像这些这样 就像你做了一场梦 梦中有种种的像 你会说那些像为真实嘛 不会嘛 因为他是幻嘛 如梦如幻嘛 对不对 既然你能够确实 这个了知呢 不是说我们的 用我们人的一个意思 像看到经典 哎呀一切本来人生如幻 这样的一个了知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是 还是用人的一个认知 这边所说的如幻人 是那个菩萨 能够真的能够修正道 怎样 知道一切 世间的一切法 都是这样如幻 都是靠修正道的 所以他确实的了知 这些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像幻一样 所以他才能办法达到平等啊 如果这世界没有如幻的话 大家想看看 我们那个一般的人 在这世间上都还有很多执着 还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的时候 请问 他如何能够达到平等心 所以众生在看这个佛经的时候 常常都讲 哎呀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菩萨是 如实的正道 所以他知道 那个众生是怎样 看到佛经讲 自己这样 应该是这样 可是 没有如实的正道修道的时候 那个想都还是众生的一个想而已 那就是当众的一个差别 所以众生 很多东西讲 怎么可能的原因在这里 那再来 第五个是儒焰冷 也就是菩萨之一切的世间 同如阳焰 阳焰的话 那就是像如幻一样 没有方所 没有像那个 无内无外 无有无非无 非内也非外 非有也非无 非断也非禅 我们就说这个非字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一切本来就不像是 众生在世间所看到的种种像 这些世间 你所看到的这些像 或所学的这些言语 没办法去形容 所以只有用非这个字 没办法用肯定 对不对 你想看看 你要能够用佛法的圣生法 你要用肯定的言语去说 如何说呢 对不对 所以只有用否定的方式 不是你想的这样 不是内 不是外 也不是怎样 有也不是无 这就是断众生的一个执着 用非的方式去断众生的一个执着 所以你看有没有 但随之间的言语显示 好 这些其实都怎样 不是有没有 人家说所谓众生即非众生 世民众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你唯有怎样 没有对这个众生有任何自爱性 那才叫做众生 如果你对众生还有一些执着障碍性的话 那就是怎样 我们就会做相解 就像在世界上所看 也用眼睛根根成熟 看到这些众生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像菩萨知道一切都是这样 我空 然后众生也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有 能够用菩萨的那个 空的一个角度怎样 来看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才是怎样 所谓众生怎样 即非众生 世民怎样众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理解 好那再来是如梦人 一切如梦 好像 譬如梦 非世间非离世间 也非三有 也就是欲有 色有跟无色有 那非生非末 非懒 非懒非净 而这些都是这样 视线 都是种种的视线 像文书思域菩萨 那个跟配合佛的一个视线一样 种种的视线而已 那菩萨观一切的那个世间这样 如梦 没有差别 那第七个如想想 那个菩萨观那个如来说声 说法的那个声音 西同于想 非内非外 非外 非外 非内外出 那些都是视线散巧 就像很像那个鼓响 从圆而生 例如说三鼓当中有响声 这些为什么会三鼓间有响声呢 也许是石头的一个掉落 产生的一个那个就是回音 那这个当中要石头掉落 要有空气的 然后造成的那个种种的回音 所以这些都是这样 从圆而生 要有很多众因缘的剧组 才会有今天的这样古想 对不对 那菩萨观一切的众生也是这样 以这个管藏舌相未言说 其身是无碍片十方 所以菩萨虽知身无起 而这样普现因身 所以知无可说 而管说诸法 也就是说他知道众生都是空的 都是如幻如梦 如想如什么都可以 可是这样佛菩萨还是这样 还是讲经说法度众 对不对 也就是他也不执作于有 也不执作于这样空 所以你看 妙因平等随乐各解 以智慧的能够了得 那再来是第八个 如隐忍 菩萨非在世间生 阿非于世间末 非世世间 非出世间 阿非修菩萨行 阿非修一切的那样佛法 而能承办一切的世间世 有没有 这其实我都是在 我们讲我们的这样 理跟世之间 其实是互相圆柔的 也就是理也不托于世 世也不托于理 那彼此互相的映照 好那日月男女男子女女人 在明镜当中这样 清静悟 而现的影 那影跟明镜之间也是这样 非依非义非离非合 其实所有事物都一样 你去思维那个因缘性来讲 你说这个等于那个 那个当中这样不一样嘛 你说她是怎样不一样的 她又由她而出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我们如果有因缘想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非依非义 然后非离非合 所以菩萨也是一样 与这些不作恶相啊 好那如幻人 菩萨观世世出 还有世间法 一切都讲如幻 好 那第十个空人 菩萨知道一切的法界 一切世间界 一切法怎样 有如虚空啊 无想无起无恶故 一切本来就像虚空一样 这就叫空忍 也就是我们要用种种的那个方式 怎样 能够达到忍 不管你是 你了解这个世界 如画如梦如空都可以 然后能够怎样去了解 那再来他的 是用耳式元通啊 这菩萨菩萨所 所用的方式 那个用耳式呢 随念分别 发这些智慧光明啊 普照群姬得大自在 那再来他有修所谓的 这个圆觉清静的境界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个 菩萨菩萨问的这四个问题啊 那佛回答 修大圣者应该远离一切幻化虚妄禁忌 这远离就是这样 靠修 以元一大师来诠释这个远离呢 是应该怎样 修法用直观的功力啊 先止息这些攀缘啊 然后往这六根的一个运作啊 然后能够怎样 那念头都能够止息下来 然后再来观诸法怎样虚妄不实啊 所以以此这样直观啊 那第二个是讲 修大圣的要以远离幻境啊 那第三个要 能够离了幻境之后 还要那样 离掉以幻境 以之幻境的幻智啊 有没有 连这个 这个些就是 我们所修的这些法都要这样 都要能够放下 好 那修大圣的离了幻智之后 心中还有个离啊 离也要放下啊 对不对 无所离 然后能够除其患 所以 那个这个其实就是 众生把那个一个 每一个心呢 一直一直一直的一个放下 然后到最后面了 好 那这十道很远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那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从观世音菩萨讲起 好 那因为时间观世音 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